那我们就要去看 到底在这个地方 各业务人员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销售的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勾这个业务人员 可是当你勾业务人员 你这样你看得出来吗 对 做大数据分析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产生了这样子的结果 自己都不能解释 好 那我就说 我把业务人员搬过来这边 你可以解释什么 或者你想看什么 你想表拿什么 这个时候 我先把业务关掉了 我们来去用另外一个工具 选项 枢纽分析表 现在是不是在枢纽分析表 选项里面有一个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拳器 好 选到这一个 枢纽分析表 选项 这边有没有看到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拳器 然后他说 若要使用此功能 你必须要重新整理 好吧 那我们就重新整理 然后接下来 顶他 我要选谁 重点是我要看业务人员 业务人员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业务人员打勾 因为刚刚你在这边 勾业务人员 放在这边跟放在这边 其实都是会产生你 没办法分析 好 那这时候我勾业务人员 业务人员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去看一下 来看一下 就是说 小咪 有没有看到 这个绿色是不是有差别 对不对 至少刚刚这三个应该是平的 这个是斜的 这边好像差不多 可是这边 是不是整个有掉下来 那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在2008年表现还没有很好 到了2009年他有上去 这是不是一种情形 对吧 可是我觉得 他应该不是我们主要的关键 主要的关键一定是什么 这一个人 某一个人 他很高 在2008年很高 2009年下降很多 对吧 好 所以 小咪 就先跳过了 小咪不是我们要找的 小张 是不是 反正 这个2009年比2008年好 那就刚好颠倒了 对不对 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人 然后呢 老王 还好啦 对不对 他差距不是 不是大到某一定的程度 好 接下来 但是至少有差了 英雄都是相对的低 所以也不是 对不对 接下来 菜头 有看到吗 菜头有没有看到 这应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应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有看到吗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看 这两个人 有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跟原本那个组合很像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有这个好处 可以帮助我们 再切片 它就是帮你把资料切 切成一部分 让你再去做分析 甚至 甚至有没有看到 原来如果是在业务别这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是这样子的情形 这就是交叉分析筛选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跟功能 可以了解吗 我或者是我换一个题目来问你们 我现在是不是做那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我找业务 请问可不可以找产品 会不会是在这个地方 那个产品 产品的一个关系 销售的情形改变 因为我们都是要去找出来 然后找到这些原因之后来去提改善策略 对不对 例如说好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找到是菜头跟瑶瑶 我没有冤析他们 我就说那是不是我们在2009年这边表现不是很理想 请他们提出来一个工作的一个改善报告 这是很合理的啊 请你们来去找产品 这我就先关掉了 所以怎么找产品 是不是在这边点那个 书纽分析表工具选项里面 是不是有交叉分析筛选器 选什么 产品可以吗 产品可以吗 请你们等一下比对的时候 告诉我哪一个产品具有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2009年 2009年大幅下滑 这老板我想看到你的报告 是不是会觉得 你应该是可以提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原因 这才是大数据分析后面那个最重要的重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啰 好 好 好